三元九韵看东西半球兴衰五百年 中国龙脉分布 中国古代皇朝兴衰史 蒙古帝国崛起 即黑死并困扰欧洲 三百年的原因 三元九韵看东西半球兴衰 三元九韵玄空学说 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能知的运兴衰 玄空风水是由先后天 八卦衍生而来 由福西帝所创 由周文王完善 起源有五至七千年历史 玄空学算出的 周期与天文占星周期吻合 而玄空学运算简单 比占星容易 我怀疑是外星人传来地球的文化 我以前看曹仁超文章 说他看过南淮景文章 有东西兴旺各五百年之说 当然东西之中 又分地区兴兴衰轮替 先旺先衰 后旺后衰 当时我对玄空学并不完全理解 只是记在心头 好奇心的我 长期在脑海里出现的问号 好奇心驱使 不断研究悬空风水学 足之有一点眉目 原来地球分东半球以及西半球 悬空风水三元九运 又分小三元 中三元 大三元 一个上中下小三元180年 等于一个中三元运 一个上中下中三元540年 等于一个大三元运 小三元代表秒针 中三元代表分针 大三元代表石针 小三元代表区域兴衰 中三元 大三元代表地域兴衰 东西之分又 可以用西南方二黑坤 中五黄下十年 西方七赤队 西北六甘金 北方一白水等等代表西方地域 而东方三壁镇 东南方四绿 中土五黄前十年 东北方八白土 南方九子梨 等等代表东半球地域 而三元九运有吉凶 一白贪狼 六百五屈星好战 欧洲就在五曲方 二千多年以来 打了千多场战争 八百左辅代表中国 不好战 二千多年来只打了 百多场战争 上述三星为三级星 又是统令星 代表龙头 统领 财富成就 四绿文屈星 代表文化 九子右壁星 代表喜庆 是半级凶 二黑并服星 七次破军星 三臂吃油贼星 五黄连真星等等 是凶星 主变革 破坏 革命 是非 盗贼 疾病 战乱 战争复国 上元一砍 二黑 三臂正共三个元韵组成 中元四绿 五黄 六白组成 下元七次 八白 九子组成 你或怀疑我信口开河 我且以事实来告诉你 从地域来看 中国古人曰 中国是中原地区 而世界所有龙脉 起祖在中国昆仑山 之西帕尔高原 是古代唐朝中国版图 昆仑山有六大龙脉 其中东龙 昆仑山脉 称中龙 居天下之中 在于中国 又有两条西龙 一条去布拉尔山脉 形成欧亚大陆的分界线 一条去高架索 去西欧分为二支 一支北上挪威 芬兰 一支南下非洲 有北龙二条 一条进入中国葱岭 萨燕岭 然后去蒙古 第二条去天山 殷山 燕山 信安岭 在中国东北 与俄罗斯境内交汇 主龙去勘查家 过海去美洲 成为洛基山脉 安地斯山脉 渡海进入南极山脉 之龙回首南下 形成回龙故祖 即东阳岛链 南龙由喜马拉雅山 南下印尼 印度 新西兰 分支去澳洲 中龙 荆齐连山 秦岭后分成两支 北支太行山 南支铜博山 大别山 从全球龙脉来看 昆仑山 左右龙和潮山 十分明显 左青龙 北龙 右白虎南龙 岸山为东阳岛链 阿流山 勘查家 千岛 日本 琉球 台湾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等 岛链环抱有情 藏风聚气 眷顾中国 所以中国为中心分东南西北方 实至名归 中国的西南方是人们 代表宗教 人与神通 所以三个教主出生在西南方 耶稣出生在北利恒 穆海 莫德出生在沙特卖家 佛祖出生的在尼泊尔南布兰皮尼 中国属于东半球 位于八白更挂属左腐心 公元前206年 是大三元七运 中三元八运 望运由西半球转向东半球 汉高祖流帮建立汉强大帝国 建都于陕西长安 古代州 秦 汉 唐朝等等 强大国家都建都于长安 乃是风水宝的 龙脉由中国昆仑山起祖 左右中农之中 由中农入手 结下长安宝的 公元八年中三元一运 大三元八运 汉朝大臣皇莽篡政 汉朝共经历214年 西汉王 公元25年 元运同上 刘修建立东汉 公元2020年 中三元二运 大三元八运 二八相冲 东汉灭亡 进入三国时代 公元313年至424年 中三元三臂正运 大三元八运 元运互相克伐 主内乱 三国及西普王国 公元424年至604年 小三元一白 中三元进入四绿文取运 大三元进入九子运 穆克吐龙 进入五湖乱象 外国入侵 604年至784年 小三元一白 中三元五黄运 大三元九子货 货土相生真主出 公元604至618年 随文帝扫平乱象 总一天下 凡天下乱纷纷 上帝必派一个威猛之主 坐开路先锋 扫平天下乱世 统一天下 然后经历改朝换代 交给一个仁慈之主 长治九安 统治天下 公元6218年 随文帝之子随西帝 荒淫无道 背叛军与文化 及所势 随阳帝之子随公帝 善让 皇位给起义军首领 李渊 李渊建立强大唐帝国 公元784至964年 中三元进入六白运 大三元九运旺盛之气 开始东半球 向西半球转移 公元907年 唐朝统治289年王国 公元907年 至960年 天下大乱 公元960年 赵匡应成桥兵便夺取军权 统一天下 建立北宋 公元964年 中三元七运 大三元一白运 北方势力爆起 东半球忘弃 完全转移至西半球 宋朝积若 967年 赵太祖北伐半途暴病而死 弟弟赵光义 宋太宗即位 在北伐 屡战屡拜 1023-1063 宗仁宗即位 小三元中五运 中三元七赤运 大三元一白运 宗仁宗一时之中心 仁宗死后 宋徽宗即位 公元1144-1324年 中三元八运 大三元一白运 吐水香攻克 1119年 小三元八白 宋将 方习农民起义 东北方女真族爆起 宗徽宗不理朝政 将大权交给蔡金 兼臣蔡金搜刮民间财物 大肆贪污腐败 兵力积弱 边防只送给外敌财博以求和 后来与女真结盟攻击辽国 灭辽后反被女真族攻击 城破 女真将宋朝劫掠依空 并将徽宗清宗父子捉拿反国软禁 北宋灭亡清宗弟弟照构逃往南方 组织南宋 其间国家分裂成南宋 金女真 西夏 元南宋1279年王国 公元1271-1368年 中三元八白 大三元一白运 大望外国北方 一白运北方兴旺 城古城及斯汗在蒙古出世 创立蒙古帝国 在1206年崛起 蒙古帝国是世界罕见的强大帝国 强盛时期 土地4500万平方公里 有30万人军队 在50年东战西伐 先后灭了40多个国家 征服了720多个民族 第五代子孙忽必烈 于1260年 扫平中国乱象 统一中国 于1271年 建立元帝国 除了元朝 蒙古大帝国另外四兄弟分成四国 互不相干 蒙古帝国在1259年开始衰落 俄罗斯大公伊凡三世 在1480年 小三元八更 中三元九离 大三元一白运尾造反 打败蒙古人 统治下的金杖汉国 拒绝进攻 俄罗斯开始崛起 他的后代后来统一俄罗斯 成为北方霸主 1917年小三元三臂阵运 中三元也是三臂阵 大三元二黑 北方的运四经消失 北方的俄罗斯杀皇帝国 被列宁在二月催翻 杀俄王国 公元公元1346年 大三元一白入中 二黑并服飞入西北欧洲 令欧洲传染黑死病 二黑与黑死病有关系 此其实蒙古西占欧洲 1346年 蒙古军吞并俄罗斯组成 蒙古大帝国 进攻欧洲 相持不下 用黑死病尸体攻城 令黑死病传入欧洲 造成欧洲人口死亡接近一半 全世界死亡人数 7500万人 二黑凶星之凶 令人齿寒 黑死病由1347年 至1683年才停止 困扰欧洲接近300年 此段时间刚好在中三元一运 大三元二运 本来在1503年 已经进入大三元二运 三壁镇飞入西北欧洲 黑死病该停止 无奈中三元是一白运 二黑仍然在欧洲 并进入欧洲的二黑并服兴延续 直至1683年中 三元一运完结才停止 公元1368年 小三元三壁镇 中三元九子黎 大三元一百水尾 大元气数已尽 朝廷对处战争不利 内部党争 黄河泛滥 政治动荡 农民起义 元朝灭亡 朱元璋建立明朝 明朝由建国至1572年 小三元一 二 三 四运 中三元一白 大三元二黑 进入小三元五运下 十年开始由旺转衰 因为大三元已经进入二黑 旺气由东半球转入西半球 公元1628年 崇祯元年 小三元七赤对 中国北方大汉 赤地千里 寸草不生 陕西省天赤如血凶兆 崇祯五年大饥荒 六年大水灾 七年黄灾 九年旱灾 崇祯十四瘟疫大流行 令老百姓流离失所 死伤惨重 道路 河流塞满尸体 死得死 不死得当盗贼 流寇 一战兵里自成失业 率领农民起义 天下大乱 1644年 小三元八运 中三元一白 大三元二黑 明朝灭亡 外敌满清入关 平定统一了天下 建立清朝 1684年至1799年 是清朝康干盛世 国立至鼎盛时期 经历小三元一 二 三 四 五 六运 中三元二黑 大三元二黑 1840年小三元八运 鸦片战争 1856年小三元九运 中国开始衰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1年小三元下元九运 太平天国起义 1861年咸丰驾崩 六岁幼子同志继位 慈禧垂联听政 国运开始急速衰落 1883年小三元一运 中三元三运 大三元二黑 中法战争 1900年小三元二黑 中三元三避震 八国联军清中国 1894年甲五年 小三元二黑 中三元三避震 大三元二黑 被强国日本侵略 攻打水军 攻陷履顺 清军大败 被迫割地赔偿 清朝美战必败 虽胜意赔款收场 清朝末年 国家千疮百孔 内外交困 群众组织各党各派 武装政变 军队叛变 反对政府 国家四分五裂 光绪年间中国发生了不少天灾 有些天灾甚至造成人口损失 光绪元年1875年 河南 山西 陕西 直立 山东等的发生特大旱灾饥饥荒 由以山西最严重 太原府一百万人死九十五万 纵死亡数计九百五十万两千万不等 也就是清朝 人口的约二减百分之四 史称丁雾其荒 光绪十三年 1887年 河南郑州下训时宝金 惠祭区花园 口镇石桥村发生黄河绝口 致使两百多万 一说九十三万 一说最保守估计一百五十万 一说七百万人罹难 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清朝总理大臣袁世凯与国民党 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谈判妥协 答应满清皇帝退位 让给袁世凯当大总统 清朝灭亡 中三元三臂镇木 小三元三臂镇木 大三元二黑土 两木克一土 小三元 中三元克大三元 以下犯上凶 所以亡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